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欣特 上腾讯视频娱乐 关注iCons Pro 新研锁 我的精彩访谈 等你来看哦 这次参加坑哥明人赛 你觉得自己表现得怎么样 参加坑哥明人赛感觉就是 上桑 上一把盘骨那个是谁 哪个叫盘骨的 上一把盘骨谁啊 华普兰是吧 给我狠狠地干 然后就是感觉跟大神 希望他们的主播生涯可以越走越长 受到更多人的喜欢吧 平时组队打王者 你一般在队伍里是什么位置 打野 野王呢 开玩笑呢 闹呢 野王 人成野王 江南野王 正江温州野王 正江温州张欣特野王 你觉得电子竞技的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电子竞技的精神 更多的就是团队协作吧 因为电子竞技肯定不是个人的一个项目 我觉得是团队大家一起的一个项目吧 大家一起去推水晶也好啊 最后其实胜利的时候 我觉得是属于大家的 在音乐方面的有什么目标或者规划吗 比如说每年先要发一张一批或者专辑这种 现在想尝试自己写歌吧 就是感觉自己写的歌可能会更适合于自己 其实我是一个不会写歌的人 但是想慢慢去尝试吧 很多东西都想去慢慢尝试 然后我想学一些新东西 丰富一下自己 在目前已经发布的所有歌曲里面 你觉得哪一首最能代表你 最能代表我自己是吗 很快就会见面了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这首歌 未来有做个人演出的计划吗 有啊有啊有啊 如果是这种在Pulse之类的演出 你会想要自己去策划整个这个 其实这次的巡演 大家加持自己的想法 从歌曲 然后去设计现场的环节啊什么的 主要还是在歌曲上面 可以提供给乐手老师们一些帮助吧 就是我希望这次的音乐 可能跟线上大家听的录音版不一样 希望大家有线场氛围 稍微强一点 可以带动大家的气氛 不要让大家觉得 就是这张票是白买的 对你来说 在舞台上演唱这件事情 它的魅力在于什么 其实在舞台上唱歌 就感觉很放松啊 看什么舞台 如果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舞台 我很享受它 假如让我上个晚会 我会很紧张很紧张 但是如果说要是在自己的粉丝朋友面前 就感觉真的就是跟在自己家一样 就是很放松 就哪怕唱破音了哈 就都不会觉得羞耻那种 大家可以包容你的一切 18岁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一到18岁发现时间过得特别快 就感觉一转眼马上就19了 你怎么理解成长呢 成长一步一个脚印吧 我觉得我现在就在一点点成长 成长这个东西 有些时候啊 是一瞬间的事 可能你到了20岁 25岁 可能都没有真正的成长起来 但我觉得我现在还好 因为我现在至少我在往正轨上面在卖 就是很庆幸的是很多人在帮我 就是在帮我 做我正确的道路吧 对对对对 之前采访说自己不爱哭 请用张新特不什么什么 造三个句子 张新特不爱哭 张新特不是很爱哭 张新特真的不爱哭 嘿嘿 如果能和平行时空的自己对话 想对十年前和十年后的自己说什么 我不想对他们这样说什么 我觉得都是安排好的 我不想去打扰他们 没必要跟他们去解释什么 让他们好好活着吧 破防了 破防了 乐防破 永远的神 神远的勇 很难不支持 很难不支持 持之很不难 高质量男歌手 手歌难亮智 高 拍我左边脸 拍我左边脸 脸左拍 边网 姐姐不会生气吧 霸气生不姐姐 基本上都不对 然后接下来给一个小惩罚 模仿一位自己熟悉的圈内好友的动作呀 说话方式唱歌什么都可以 我模仿个谁呢 模仿吴玉衡吧 吴玉衡啊 我给我们有个群 他偏偏啊 就是在里面 张兴特 吴海 傅斯超 你们能不能给我闭一下嘴 太吵了 吵死了 你们几个是不是不想活了 他真的就这么说话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兴特 上海洋 哎呀 关注iCons Pro 新年锁 我的精彩访谈 等你 你来看